康康的瓶瓶是吧 刚才有人问我康康的瓶瓶 这个一下给你们介绍 先给你们看一个更好的东西 比老康还更好的东西 它还是小明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相对的 品质是绝对的 这个老康的东西 有时候还不如小明的东西 在这里看了半天 就弹掉了一件 老板弹了好几个 然后再跟小明看 这个小鼓它挂起 一般打两个鼓 打一个鼓跳着 不稳的 小外估计打多了它吧 它们受不了 可是质量还高 跟你们说三点 为什么它好 第一点 第一点题材高级 题材是一个 先人成叉的画片 这种画片一出来 基本上都是中期以前的 其实在小明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 知道吗 就文色它实际上是有指向性的 这种东西基本上以前都是家道之前出现的 没想到小明也有这种画片 所以非常的罕见 可能就是唯一的一件 真的这个不吓唬你们 我们就应该认知到 它是很罕见的一个品种 第二点 先人成叉图 以前画片也画过很多 但是刘海戏金蝉这个画片很少出现 那么再次验证了这种开脸和这种刘海戏金蝉 它还比较多在小明出现 说我们一些壶啊 茶杯茶碗啊 经常会有刘海戏金蝉的画片 在现在也验证了我说的 在小明时期这种画片能够出现在现在成叉上面是很少见的 这是第二点 这人物画得很好 第三点 就这个工艺非常复杂 主要是工艺好你知道吗 你看这压道的 你也知道压道的杯子都要好几千啊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几千买下来也不贵的 是不是 这种东西真的又漂亮又稀少 第三点这种东西真的是几千 一万以内就几千块 这种完全是合适的 给你看细节啊 这主要工比较重 满工啊 上面四周满工开窗点缀四个不一样的铜纸 衣着都不一样 左边是穿着蓝色的衣服 上面是黄色的 这边是一个红袍子啊 右边是一个绿色的 看见四个方向 四组一细 四种不同的颜色 这种路份其实都不用我说了啊 底下还有款 大家听前的年制款啊 东西差不多是一个晚清光绪晚期啊 光绪晚期的东西 或民国早期的东西 实际上它整的这个品种 就是民反观的东西 就是反小钱官窑的东西 知道吗 我们挑战解了万年金平 右手一键 你觉得好不好 留言点